我爬上了窗台 我想这么一跳而下 结束所有所有的痛苦 可我妈妈拉住了我 她对我吼道 死能解决问题吗 你死了你的奶奶怎么办 你死了我们怎么办 那一刻我忽然泪入于下 我看到了在角落里 白发苍苍的奶奶 老泪纵横 是啊 死能解决问题吗 我收拾心情 和十几个 跟我一样遭遇的女孩 带着奶奶一起远行 这一次 我们恳求她们 还给我们正常的生活 我们向她们要修复方案 没有 我们问她们 能修复到什么程度 没办法保证 我们害怕了 我们拒绝了 因为我们的身体 不是机器 也不是纸片 怎么可以任由手术 这样滑来滑去 可拒绝的后果是什么 我们被赶了出来 因为整形失败 有的选择要戴着口罩 每天晚上睡觉都要戴着 只能躲在黑暗处 独腾伤口 有多少人 因为整形失败 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现在需要大把大把的服药 严重地影响了生活 有多少人 因为整形失败 变成了终身残疾 有多少人 因为整形失败 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 没想到这些 我的心都在滴血 都在痛 我今天站在这里 是想让大家听听我的故事 当你们被广告诱惑的时候 请大家想一想 想一想我们的遭遇 当你们 轻率地躺上手术台的时候 请大家想一想 想一想我们的遭遇 想一想 我们背后那二十多万的 整形受害者 她们每天都要承受的痛苦 我真的不想 不想让我的悲剧 再在你们的身上重演 所以 爱美的姑娘们 请你三四个 谢谢 我觉得真的挺震撼的 但我也感觉她蛮勇敢的 对 也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能够在这个时候 通过这样一段演讲 提醒所有爱美的女士 在这岁里 所以 不 Miriam